花莲县摄影学会欢庆60周年 在美术馆举办了瞬间永恒会员摄影年展 选出了60件的作品展出 要让观赏者共同见证 摄影协会以镜头创作集结一夹子 最真实、最直接的美丽风华 花莲县摄影学会60周年大展 以瞬间永恒为主题 精选了60件作品在文化局美术馆展出 理事长简历记表示 摄影技术在这60年来随着科技发展有所进步 摄影器材也不断推陈出新 然而唯一不变的是 在千变万化的风景当中捕捉最美的一瞬间 将稍重即逝的美化为永恒 这次展览风格有别以往 不仅放大了作品规格还隐藏挂线 并且采输出方式 让每一张相片就像是图画般精致美丽 今年在花莲县文化局美术馆的展览 60周年我们精选60幅 无论是风景人情或者是现在最夯的空拍等等 这60幅都是从138位的会员里面挑选出来的 今年在表背还有材质方面我们是不一样的 在展场可以看到非常的干净 而且整个画布的处理让你不会有闪光的感觉 还有我们有打卡区 我们有两个打卡区 一个就是张鼠尤老师的金针 此刻山还有洛宇松 这两个打卡区是非常让人家讨喜的 那其他的58幅作品 我们军选的内容里头包罗万象 但希望乡亲们都能够来欣赏 适逢60周年摄影学会还举办系列活动 包括了跨单位的巡回展 出版60周年纪念专辑 还有摄影名家专题讲座 以及PS后制的演习课程 要让乡亲看到摄影学会一甲子来的努力与成果 我们今年我们花莲线摄影学会 迈入了第60年一甲子的岁月 那今年的一个整个的展展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计划了 好第一档期就是我们花莲线文化局美术馆 那6月份是有花莲线客家事务处的文化会馆 那第三个档期就是我们花莲市公所 特别为了庆祝60周年的一个纪念 我们在文化会出一本 由100个人所组合而成的 瞬间永恒60周年的专辑 也敬请大家期待 还有我们一整年会儿市场的一个讲座 非常的丰沛 也非常的精彩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聆听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